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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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差不多四期以前吧 就是我说有抓到喷火龙的那一期 就是在这附近抓的 然后美纳斯的话则是在下方这个瀑布 这边的草丛可以直接遇到初始于三家 最终进化行 然后上方有一个狩猎场入口 门口这里会有三狗 水军 炎帝 雷公 跟他们对话的话可以直接进入对战 那么我个人表示这一版的神兽我已经放弃了 好啦 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呢 这里我估计不是要走上来 左边那里我看到有一个人挡着路口 应该是要走那里喔 刚刚有一个往下的楼梯 所以估计是这个地方走下来 然后再走出山洞 找一个小路钻过去 但是我发现这里有个NPC他居然在水上飘耶 他站在水面上 这里就直接穿过来 然后爬上这个攀岩的地方爬个两层 你走开 我们进去洞穴里面 这个名称叫埋没之塔 这里的BGM整个都诡异起来了 走走走走走 好多好多的神兽 就连大木跟藤廷也在这里 是直接跟他对话就可以直接进入战斗吗 对话没有任何反应啊 大木博士说这帮神兽现在是愤怒至极 不去平息的话我们都要死在这 碧兰还在等着你呢 可是跟他们对话没有反应啊 那么藤田说你中计了 嘿嘿 杜其实已经被我杀了 这个国家将是我的囊中之物 我还真是要谢谢你帮我除掉这么多人呢 不过很遗憾 这里就是你的目的了 哈哈 搞了半天 原来这个家伙也是在利用杜的 好这个我们的藤田派出来的是风速狗 这里直接给你一发精神强念 不行看得要两发残的搞定 OMG直接集中要害哪有这种事情 来果断毒取存档你他妈的 我的沙奈朵可不能在这个地方被秒掉 出来吧喷火龙 对面下一只布鲁 喷射火焰 好直接一集秒掉 这次换我集中要害了 再来是大狼拳 然后用妖精系的绝招月亮之力 应该可以秒的掉 这一只的防御力不怎么好 看老子地面系的绝招地震 但是没有关系 我这里两下拜托不要死 还好 再来是狡猾天狗 大太阳加喷射火焰 好对面发了一个轨迹 但是没有用 你不攻击就没有意义 上把梅纳斯 对面的最后一只是黑鲁加 好对面先提升了一下他的特攻 速度比我快 又发了一个鬼火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成功打倒了藤田 后会有期了 他就直接消失 具体来说到底要怎么平息 而且我刚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出不去 这里我们走向路口 会直接又被传送进来 到底要跟谁对话 我懂了 这个地板上是盖欧卡的那个图 所以要先跟盖欧卡对话就对了 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 老子没有大事就怎么收服 不管了直接尝试一下吧 经过上一期抓这个超梦的经验 这些神兽我打算直接放弃了 反正这个版本都已经到了尾声了 所以现在才抓到这些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尝试一下 如果这只抓不起来的话 我就后面都不抓了 吸收拳 揍一下 OK 对面残血加麻痹 如果这样子还抓不中 那就太没天理了 去把超级球 有在摇 感觉还是挺OK的 搞不好可以抓得起来 太欧卡 起买是个水系的 丢个撒网球 试试 好貌似还是不行 进来吧 求求你了 没有给个面子拜托 我的天哪 感觉他水泡都快冲死我了 拜托你进来啊 好歹盖欧卡也算是我 蛮喜欢的一只神兽 对不对 大鲸鱼 如果这个地方我收服不到他的话 哎呀他自己把自己搞死了 ho shit 那其他只跟他们对话 还是有反应的 算了算了算了 老子不抓了 你们通通离开吧 回到你们的故乡去 这个版本我居然没有任何大师球 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好多神兽不能抓 好啦再见啊 你们这些神兽 通通把他们平息掉之后呢 我们在跟大木博士对话 他说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密钥 感谢你帮我解决的这帮家伙 这让我又拥有了新的实验材料了 哈哈你已经没有用了 哎什么 搞了半天 连大木博士 你也是反派啊 这个有带刚系的 加上大太阳 喷射火焰 一发应该秒得掉 玩这个版本的好朋友们 任何经过这个白银山的试炼之后 后面不敢遇到什么队伍 基本上我都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好对面先发了一个尖石攻击好枪 然后加上烧烧烧 我自己把自己捏死了 再来对面下一只是雷吉奇卡斯 你哪来的神兽 那不管怎么样 我记得他是普通系的吧 哇靠糟糕 我的攻击没有命中 然后加上对方发了一个迷昏拳 啊攻击自己 迷昏拳又揍了一下 拜托啊我的蒸汽蛋 哈哈 我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哇靠他连冰冻拳都有 啊啊啊啊啊啊啊 挂了我操 刚刚他妈连续三回合 打不到雷吉奇卡斯 快被自己给气死了 而且我刚发现了一件事情 这一场战斗 我如果输了 我好像会当机 我再测试一次看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可用的精灵 然后眼前一片漆黑 对然后他妈的我就当机了 我早不是吧 那么如果我有这个问题的话 想必跟我用一样方式来游玩的好朋友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么完蛋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 好的果然没有错 哟他妈当机啊 那么如果有人有遇到这个状况 并且没有把这个快速存档的档案 放到其他地方做一个备份的话 那我想这里应该是直接就 直接就没得玩了 今天哪气都气死了 还好我有做个备份 但是那个备份的记录点 我记得是蛮前面的 所以说我要自己再重破一遍 好了我要去挽救一下我的档案了 这里我先暂停了 好那么经过了一番抢救之后呢 我把我的记录备份给移植回来了 所以说各位打到这边 对付大幕博士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一点 我刚刚主要是因为在战斗过程 然后快存了 结果导致我才发现说 这个跟他的战斗 要是你输了的话 就会直接 直接游戏毁损了 天哪我只能说这个地方 他差点把我给阴了 我要是没有做备份的话 这里我大概会直接吐血了 那么刚刚我利用空挡的时间 稍微调查了一下他的队伍 其实也不算是太 Oh my god 我是要说其实他队伍里面 六支有四支是 不算是太难对付的 主要是那个戴欧奇西斯 跟雷吉奇卡斯 那两只神兽 Oh my god 哪有这种事情啊 那两只神兽如果搞得定的话 其他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的老天鹅 他这个猎咬路上 还真是有够强 我觉得他的巨金怪跟快龙是最好对付的 然后比较麻烦的 雷吉奇卡斯来了 这里我先来发电磁波 让他麻痹无法行动 紧接着趁着这个回合的空挡 我先稍微冥想一下 我差不多冥想个三次即可 好了我要攻击了 月亮之力 直接把你给震死 那对面下一只戴欧奇西斯嘛 但他速度比较快 Oh shit 我就知道 然后对面发了一个精神途径 这一招也太强了吧 我的喷射火焰烧一下 直接秒掉了 OK不管了 总之我们打倒大木博士之后呢 他说这个时候 碧蓝已经死了吧 哈哈哈 哇靠 就在这个时候 我这个BGM突然传来了一声叫声 这什么声音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阿尔宙斯吧 怎么了阿尔宙斯来了吗 走我们去找他 好像是这个阿鲁夫遗迹那边吧 所以我们来到杰梗市 差不多是最后的剧情了 走走走走走 我们来到下方 32号道路 接着走左边 左边的话 我记得是雷吉奇卡斯 上方的这个位置 阿鲁夫遗迹这里 然后走到下面 有了有了有了 我被召唤过去了 我来到了一个地方叫神都遗迹 下方这里有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里面没什么 只有放一台电脑而已 上方的话进来 哦好可怕 这个地方好阴森 诶我看到小兰啊 小兰你没事吧 我的老婆 她说赤红太好了你也得救了 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呢 是这位大人救了我 并且把我带到这里 但是弱子他 不晓得被藤田带到哪里去了 蛤 我的女儿呢 什么他有话要对我说 没想到这场统治世界的浩劫 阿尔宙斯也来了 创世神说 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罪恶 并且严重的影响到宇宙的法则 因此我等将降下七日的洪水暴雪 彻底清洗这个世界 然后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你们两个人则是幸存者 那么就让我测试一下 你是否拥有驾驭我等的实力 然后这里就直接跟阿尔宙斯进入对战 嗯 哦不是不是 他是采取这个野怪抓法的方式 让我们跟时间之神空间之神 那么这里的话应该是可以收服的 但是这个版本我已经不做神兽片了 所以这里我就直接逃走 我们用逃走的方式来触发剧情就好 哎不好意思啊你们这几只不是我不收服啊 是这个版本 他喵拉的完全没有任何一颗大石球 我玩了这么久 一颗都没遇到 哇靠制裁光线 啊成功逃脱了 OK经过了四 round之后呢 他说最后你要战胜你自己 然后我们最终的这个 哎呦他好像制造出了一模一样的我 然后跟他进行最后的对战 所以我最后的对手是赤虹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舍身战法 一点屁用都没有 好今天对面下一只成龙 这里先发一个剧毒 嘿嘿中毒吧 那么下一只也是喷火龙 看我的龙之波动 这里直接我的喷火龙比你强 哎怪不得我之前遇到喷火龙的时候啊 哎呦他跟在后面 顿时心里就觉得踏实了许多 来吧对付他 直接发一个草戏大招飞夜风暴 哎哪你 再来对面下一只妙娃花 喷射火焰 烧死你 他的妙娃花居然见舞 OK最后一只皮卡丘 这个直接烧就烧的死啊 因为我记得他的防御率肯定是不行的 好我们终于成功的打倒了他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阿尔洲斯给我们的试炼 完成这些考验之后呢 他说现在新世界即将诞生 然后只是我们画面一个天旋地转 完了这个世界要被吞灭了 这个我跟小兰作为这个幸存者啊 哎这个画面我是不是在白金有看过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 整个宇宙都被重写了 我们的创世神利用这个洪水之力啊 他这个地面的人类全部都消灭了 然后我跟小兰则是幸存者 整个地表上的人类伴随的罪恶已经完全消失了 而在这个新世界只有我跟小兰呢 我到处稍微探索了一下 好像什么都没有哎 我看只是纯粹做出了一个范围哦 这里什么人都遇不到下方这里也没有空间延伸了 完美的两人世界有没有 小兰说这里是只有我们两人的世界吗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不过在那之前先完成那场约定的对决吧 哎哇靠 哎这里又要打一下 好啦直接打了直接打了 哎抓一下感觉挺有机会的哦 嘿嘿老子剩11滴血想不到吧 今天对面下一只迷春节 出来把喷火龙 对面带这个气息腰带 所以说我要再补一下 今天对面下一只的话是疯女王 就是太好对付了 哦他还有刻得色力啊 咬一下感觉挺OK的啊 啊激动光线去把班吉拉斯补你一下 哇靠完全没命中 我的班吉拉斯这个命中率完全不行 啊终于打到了 紧接着是幸福蛋啊吸收拳 哦这一下补的还真是有够多 我们这边两下搞定 再来他的最后一只则是拉蒂亚斯 我们这里补一下月亮之地把它给解决掉 小兰说哈哈你赢了呢 其实我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从我回到真心镇 发现原来我家的地方已经没有房子了 我就知道现在我不是一个人 也许我的体内有对你的执念才维持住了人行 但是我好像撑不住了有什么东西不在了 对不起小赤 然后他就直接变成了这个慢腾怪 存档覆盖中请不要切断电源 记录已完成 然后这里就直接进入了这个 结束的跑马灯 结束了这个游戏就这样子 那么我听说这个版本是有一个 good ending的啊 刚刚那个是bad ending啊 没关系我们这里直接重来一次 我故意让他打死我好了 刚刚是我打赢他 那么假设我这里是死掉的话 你赶快打死我啊拜托小兰快点 我已经完全没有放攻击招了快快快求死求死 一击包给秒掉很好 然后这里我这个手上没有可以战斗的精灵 被他打赢之后呢小兰就会说嘿嘿我赢了 其实我想正式的对你说一声 我爱你赤红 就这样子啊 在这个新世界的战斗打完之后 就说一句告白就就结束了 我们前面这么长的一段冒险 这么辛苦到底是在 好了好了好了 那么这个版本其实还是挺挺虎头蛇尾的 只能这样讲了 老实说整个游玩的过程到我们打到白银山 然后打到杜为止我都觉得还算合理 但是突然出现了超梦 什么阿尔宙斯 老实讲让我有点错愕 但是阿尔宙斯说这个世界已经腐坏了 所以说要整个重置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了 这里他应该没有后续的故事剧情了 好了那么想这个版本呢就演示到这一边 我的妈呀居然录了我整整十期啊 而且这个NDS的改版作品真的是不好录 那么在我私底下时间的安排上 其实比我预期的超出太多了 所以说短期间内恐怕我得再 我只能说我得再稍微自己努力一下吧 希望还可以再弄出一两个版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么这个版本如果说大家看着有意思的话呢 也可以一起来稍微尝试一下 好那么最后我就跟我身上的这些怪 说一声辛苦你们了 哎呀手动练到一百等真是有够辛苦的 至于神兽篇老子他妈不爽做了 玩了我好久一颗大石球都没有 好了OK感谢各位see you 拜拜 by bwd6 by bwd6